而同样也是话题焦点人物就是小S了 尤其是他敢讲敢秀的毒蛇功力 让康熙来的收视率呢 成绩始终不俗 但是呢 却也有多位艺人都曾经吃过他的嫩亏 最近以扇在小S走红演艺圈的小爸 他竟然就当着本尊的面前自爆 自己曾经被小S嫌弃 自信心因此大损 就连老爸都说 小S她是一个坏嘴巴的女人 小S在一起几乎就像是两姐妹 一人小巴就是靠着模仿小S打开知名度 不过要跟小S比毒蛇功力 小巴可得再加油 怎么说他让你演讲我我都不敢想 你当你跟爸爸讲完之后 爸爸就说说那这个人是个坏女人 没有我有跟我爸讲说小S人很不好 早来你们全家一起集体诅咒我对不对 真的没有 而且你爸爸气到说 只要有小S她就转台 有一阵台 小巴自爆有一次她跳国标舞 连舞都还没开始跳就被小S嫌弃 让她自信心大损 小巴的爸爸也看不下去 说小S实在是坏嘴巴女人 我只能说你的感觉是没错的 伯父我不会给你女儿做朋友 有钱 还有王以璐上节目也被说是人妖 心情超受伤 那我就觉得好受伤哦 不是要穿睡衣吗 穿睡衣还被人家羞辱 说怎么像男的 然后又要讲到北文 等下又要说像男的 然后又要剖析自己的感情世界 对我就觉得都是我的地雷 可是 不过假如小S盯上谁 火力强烈攻击 也会让艺人知名度瞬间大增 她还小S既被收拾坏嘴女人 但讲得越狠可是越红 追选高兴梦露配与台北采访报道